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命令 这个Kill这个命令 Kill这个命令表示杀死进城 那么什么时候我用了它呢 主要当遇到一些僵尸进城 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 我想强制关闭一些进城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Kill指令 那么Kill的语法 语法很简单 就是Kill加上一个数字就行了 Kill空格不要忘了 加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表示进城ID 进城ID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怎么去查看进城ID 这边需要去配合一个命令 叫PS命令 一起去使用 也就是PS-EFGIP 这样的话可以查过它的一个ID 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一块的进城ID 千万不要找错了 因为我们通过过滤过出来的 所以它没有标题 一定不要找错 找到之后 我们把这个PID往这地方一放 然后按一下回车 按回车之后 就撒掉了 那撒掉之后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验证的方式 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通过PS再去检查一遍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你再去枪毙它一次 它要是不动了 那就死了 所以呢 像这个的话 它就提示就已经死了 有这个提示就已经死了 因为它已经没了 这个是第一个命令的用法 但是后来我会觉得 这个命令用起来感觉不爽 就是我也得先去用一下PS 那不想用PS怎么办 那后面的话 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命令 叫K2 K2呢 它的语法格是 K2 空格 进程名称 进程名称 或者说服务名称都行 那这边的话 我就不需要去通过PS去查了 因为我通过PS去查的话 我是不是也得知道 它服务名称的 所以就翻不着 多此一举了 那因此呢 我直接把我知道的服务名称 往这地方一丢 然后K2 它也能够帮我们去杀死 全部的进程 包括紫进程 所以这两个命令 都能作为这个删除 或者说强制终止一个进程的 这么一个作用 以后选择的时候呢 也没有说必须要求哪一个 这个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用的时候呢 根据你的喜好来 那万一你想不起来用这个 K2加PS的话 那你可以用K2 如果想得起来 你可以用它也可以用它都行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选择呢 是多了一个的 两个都可以选 这是第一个命令 K1命令 然后第二个呢 EF Configure EF Configure呢 首先得知道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用于操作我们这个网卡的 主要是用操作网卡的 那现在的话 我们先学习第一个简单的命令 就是说我们通过EF Configure 来获取网卡的信息 在这里面呢 输入之后 它会出现一堆东西 并且这个东西呢 它是很有规律的去显示的 像这块的话啊 它属于一块 然后上面呢 又是一块 那这么看的话 那其实它就是两块网卡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那么其中呢 ETH0是我们第一块网卡的一个名称 然后LO呢 是我们第二块网卡的名称 这是两块网卡 两块网卡呢 我们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能够看懂哪个地方 是我们的IPv4地址 这个一定要看明白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会很多地方涉及到IP地址 因为你需要访问它 所以得要IP地址 那么IP地址呢 是位于INET ADDR 后面这一串 也就是192.168.21.128 当然大家那个显示 可能跟我是不一样 也就是IP地址不一样 但是其他地方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 只是这个位置 下面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两个呢 一个呢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网卡 另外一个呢 属于本地的回还网卡 也就是本地能访问啊 两个地址啊 两个IP地址 不要搞错了 哎 那后面的话 如果说 我想在我这个Windows下 我要访问这里面的这个阿帕奇 哎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输入哪一个 是输入192 还是输这个 127呢 192是吧 哎 行 那我输一下 192.168.21.128是吧 阿帕奇干掉了吗 没干掉啊 刚开的啊 所以这边的话 暂时还访问不了啊 访问不了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那个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防火墙 防火墙咱还没讲到呢啊 所以呢 先不动它啊 那么这地方可以输一下 看行不行 192.168.21.128 这不可以啊 哎 那这边可以的话 那这边不可以 说明应该是防火墙的问题啊 应该是防火墙的问题 那后面呢 我们讲到防火墙的时候呢 再可以把防火墙给它关掉 可以先不动它 IP啊 一定不要找错了 如果只是本机想访问本机 那你用127 如果是其他电脑 想访问这家电脑 并且是一个网络的 你可以用上面这个啊 那么这个IP的话 大家能访问吗 肯定不能啊 不能啊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们教室是什么网段 8.1 我们是什么呀 2.1 所以他俩不在一个网段啊 不在一个局域网 所以访问不了 只有我能访问 因为我们之前选的什么呢 选择是NAT 还有印象吗 对 你改单桥接的话 是可以的啊 改单桥接是可以的 但是也是必须先把他们开开 把防火墙给它关掉啊 才可以啊 就那么这是前面这两个命令啊 那么接下来呢 再看第十一个命令 第十一个命令呢 这个命令咱前面应该是接触过 或者说有同学已经知道这个含义了 叫reboot reboot指令 reboot指令叫 作用是 重新启动 计算机 叫重新启动计算机 之前我们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呢 在讲这个目录结构的时候呢 说到这个boot了 对吧 有天提到了boot了 说这个boot啊 是表示 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文件 会放在这里面 那么boot叫启动 加re呢 就叫做重新 类似的单词还有很多 比如说 write write write前面加上re 叫write 重写 然后呢 set 叫设置 然后呢 re叫重新设置 重制 类似的命令有很多啊 那这里面这个reboot就表示 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想重启点电脑 但是呢 你又早不早 关机命令 就是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reboot 然后按一下回车 它就重启了 我先不按啊 我知道它重启就行了啊 大家也不用去按 知道这个命令是重启就行了啊 等你什么时候 比如说今天晚上学习完了 回去的时候 你不是要关虚拟机吗 按一下boot 然后按一下回车 它就能实现关机了啊 不是关机重启啊 这重启 如果什么时候想重启的话 可以使用reboot啊 那么重启这个命令用的多不多呢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它和关机相比的话 用的是比较多啊 那语法的话很简单 语法呢 就是reboot 什么都不需要去记 reboot就行了 直接就重启了 那如果说还想知道别的语法的话 那这地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语法 语法2 1呢就表示重启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表重启 然后语法2呢 第二个语法呢 叫reboot 加上个东西 加上-w 这个命令我可以改按啊 但是reboot这个我就不按了啊 没什么效果吧 那没什么效果 它干嘛的呢 主要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模拟重启 但是不重启 达到什么效果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啊 主要是效果的问题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效果啊 我们的这个Ninux呢 和Windows一样 Windows的话 它在计算机 每一次做一个操作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个日志 都会产生日志 Ninux也不意外啊 当Ninux重启的时候 先关机 关机的时候呢 会往系统目录里面 去写一个关机日志 然后当开机的时候 也会往日志文件里面 写一个开机日志 就记录一下 这个计算机是什么时候开的 都会需要去记录这个日志 那有的时候我想做个测试 我只想让它往这里面写日志 但是我不想重启 这个时候就这个做了 所以这个杠W就表示 它只让它写日志 但是不要重启 只写关机与开机的日志信息 但是不重启计算机 不是骗人的啊 这个是主要是用来做测试的啊 主要是用来做测试的 所以呢 也没有啥用 咱要记呢 就记它就行了啊 第二个呢 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功能 结果说 输完之后它不重启 还有这么一个用途啊 可以是啊 没问题 这个不会重启的 除非呢 你把这个杠W给输漏了 那重启了啊 只要你不输漏 它肯定不会重启的 杠W表示测试 一般呢 测试的时候会用的啊 这个呢 是第十一个叫reboot 然后第十二个呢 叫shatterdown shatterdown shatterdown指令在前面的话 我们又提过一次 它表示关机啊 表示关机 那么关机的话 作用 关机 但是呢 这个命令呢 我是建议大家慎用啊 建议大家慎用 为什么要慎用 你本身学习的时候可以用 以前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 有的同学呢 工作了 后来发现这个公司的这个服务器啊 很慢 网速很慢啊 他想干嘛呢 他他不想重启 他不是重启 但是这个跟重启性差不多的 他这么早 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网络 打开网络 找到谁呢 找到我们的那个叫更改适配器 这个设置 打开这一块 假设我这个是我的服务器 我是远程操作它的 他这么早 先禁掉 这是我们Windows的习惯啊 当你的网卡出现问题了 或者觉得网络有问题 我就先把这个网络给禁掉 是吧 禁掉之后干嘛呢 重新启用 重新启用 这个习惯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习惯 千万不要把它用到服务器上去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服务器都不在你的附近 就是我们通过远程的方式 连接上去的 那么连接本身是不要走网络呀 你如果把网卡禁了 你的连接断了 你想启用 你还能启用吗 你就启不来了 那所以这个就跟关机一样 你重启之后 等一会他能开机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关了 你怎么开机啊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 所以这个命令呢 以后呢 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慎用 一定要想清楚了啊 一定要想清楚了 除非你公司用的服务器是阿里云的 或者说这些云服务器 这个有个好处 为什么有这个好处 因为云服务器 它在里面装了一些小插件 能够允许你通过 比如说阿里的 我可以呢 通过阿里的这个 管理界面 就是它有个网站 有个后台 通过这个管理界面 它上面有一个开机的一个按钮 你点一下 也能触发它的开机 但是有些公司肯定会 或多或少 自己有这么一台两台服务器 让人家托管的 那是真的服务器 那万一关机了 你要么自己请假 乖乖的去这个机房 手动给它开机 要么你就打电话给机房 让机房帮你开机 但是两个情况 不管是哪一个 如果老板知道了 肯定要说你啊 这是不小心啊 这是不小心 所以以后这个命令呢 就建议慎用啊 我们正常用的比较多一点的呢 还是重启啊 所以这个命令呢 用的稍微比较少一点 服务器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作用慎用 语法的话 语法呢 最常用的几个语法 给大家写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我想立即关机 应该怎么办 下它 当 下当 杠 H 杠 不用闹啊 不用杠啊 杠闹 这是一个啊 或者 还有 直间 直间闹肯定不行啊 直间闹肯定不行 下当 杠 H 框格 杠 H 杠T 0吧 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是 15.24 我想让它15.25关机 你直接写个15.25 它就表示 15.25的时候 它就关机了 两个用哪个都行 但一般关机的话 像这种去表示立即关机 这种呢 是表示定时关机 都表示定时关机啊 所以两个呢 都可以 你只要把握好时间就行 no表示现在嘛 然后后面这个呢 是指定时间 并且呢 还可以给用户一些提示 比如说要关机的时候 我可以给用户提示 什么什么时候关机 那后面呢 就是一个引号 引号里面包着的呢 就是关机提示 当然这个呢 写不写无所谓啊 你想给用户提示 就给它写 不想要那就不要啊 提示可要可不要 不要也没关系 不要也没关系 这是这个语法啊 它是表示关机的 现在我们现在呢 可以试一下啊 语法一 案例 哎 假设呢 我需要去设置我们的 Ninux 当然我们Ninux 将和我们现在时间不一样啊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几点钟了 它已经12点半了 夜里12点半了 哎 那我就设置 Ninux系统 关机 时间 在 呃 12点00吧 在这个时候关机啊 我不设置立即关机了 因为立即关机这个命令 咱前面试过一次是吧 那就不用试了啊 所以我来试一下后面这个 哎 来给它一个关机提示 行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怎么敲啊 下当 杠 H 12点 00 然后后面我给个提示啊 提示呢 叫 系统 哎 将在 12点00 哎 关机 哎 请 保存好 你的 文档 嗯 行 那么这边的话就已经好了啊 然后我按一下回车啊 看看什么效果 来读一下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at localhost .localdomin 广播信息 来自哪呢 来自 root用户 在哪个地方的root用户呢 在 localhost .localdomin 这个root用户 so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hot in 692 minutes 意思就是系统呢将在692分钟之后要关闭了 hot见过吧 关闭内存嘛 哎 系统将在12点关机 请保存好你的文档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给的提示信息吗 对吧 哎 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了 哎 怎么取消掉 这个问题问的也不错 Q 有用吗 没退出来 然后你想取消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按 control加 C 他就会提示 下档 下档 cancel的 下档 下档 cancel的 关机已经被取消了 关机已经被取消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机命令 那当然这边的话 有同学可能已经翻了手册 那么翻了手册之后 就会发现 关机取消 好像不是用的 control加C 有没有同学翻过手册 没翻过 可以翻一下你的手册 你会发现 他写的并不是 control加C 对 他写的什么 他写的是 杠C 那如果不信的话 咱可以看一下 那个在线的手册 SHUTDOWN 下档 他写的杠C 后面这句不要理会 后面这句 其实你会发现 怎么读 感觉怪怪的 其实他想表示的本意呢 就是下档 空格杠C 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这个命令 真的能够取消吗 对啊 高文涛同学说 这个都退不出来了 你怎么输啊 你输看看 下档 杠C 有啥用啊 有用吗 没用啊 是吧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要得退出来啊 空头加C 是吧 但是注意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取消了 那你再来输入 下档 杠C 你看看有没有用 杠C 他怎么说啊 他说 意思就是你找不到关机计划 因为刚才唯一的关机计划已经被我们取消了 那这个命令 再开一个纵端 多累啊 还再开一个纵端 翻不着啊 那这地方呢 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手册上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命令呢 是对的 手册上写的这个命令是对的 原因是 下档 杠C 这个命令呢 在 CenterOS 7之前 杠C这个命令不好使 如果你一定要使 真相有的东西说的 你得再开个终端 那如果你不开终端 那么你只能按空中加C 那么在7.0之后呢 就可以去使用下档杠C了 就可以了 那这块的话给大家演示示范一下啊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先找一个我线上的这个服务器 这边看一下行了啊 我先来输一个关机命令啊 叫下档 档 然后杠H 假设我让他12点关机 并且给他一个提示啊 将在12点00关机 是吧 回车了 注意看这个命令之间的结果 和我们刚才 在我们这里面看到执行结果 看有什么不一样 他怎么说啊 说下档C6的 就是说关机计划 for 这个是具体的时间 那么需要在3月27号12点关机 so can use这个杀档杠C to cancel 所以这时候我给他 把这个命令给他输一下 杀档杠C 然后呢 暂贴一下 so the system shadow has been cancelled at 已经取消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能输了呀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好输吗 是不好输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手册上写的是没错的 只不过跟我们这个系统版本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命令呢 也可以去记一下 也可以去记一下 那如果说想要取消我们的关机计划的话啊 那么则可以按照我们的以下方式去尝试 那么第一个呢 是针对于 针对于 针对于centOS centOS7.x之前的版本 直接呢 就是ctil 加上一个c 就可以取消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针对我们的centOS centOS7.x 包含啊 之后的这个版本 我们可以输入 shat dump -c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你按一下这个关机计划之后 它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你按照个空中加c 对吧 因为你现在按空中加c有啥用啊 没用啊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是 shat -c了 它就取消了 所以看情况吧 看咱这个版本号 你版本号如果是6开头的 那你就使用空中加c 那如果是7开头的 或者说7以后的 那就使用 shat -c 就可以了啊 两个命令 两个方法 这是关于取消关机的啊 那么还是那句话 关机这个东西 慎用 千万不要把这个 服务器关了 然后自己开不开 那就糗大了 这个是关机的 这个语法 定时关机 那么定时关机呢 虽然说我们 呃 用呢 虽然说不多 那不多 为不多 但是你记 还是得去记了 啊 记还是需要去记了啊 sat 那么除了sat 之前我们又提过另外两个命令 是吧 那么另外两个命令 我们再提一下 除了sat 当 啊 sat 当 sut d own 下当 关机以外 啊 以外 还有以下几个关机命令 那么第一个 init 0 那这个的话 我们会在 接下来第二天的课程 不是明天啊 是明天的明天 啊 不是明天的明天 明天的 明天的后天啊 明天的后天 嗯 会在明天的后天里面 在讲这个 自有服务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 init 0 这个命令 然后除了他呢 还有一个 hal t 那么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 p o w r power off power off power什么意思啊 哎 这时候你可以翻译成力量了啊 可以翻译成力量了啊 力量关闭 哎 off 叫关闭啊 除了用下当之外 还有呢 下面的几个 下面的几个呢 除了init 需要带个0 作为参数 后面的两个呢 我们可以不要带参数 就可以直接关机了啊 所以关机的方式呢 比较多的啊 一共有四个 好玩哦 然后呢 我们就会带到几个